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已經宣佈了, 洗手不過 以前我們三口六面 行三生大禮, 怎麼算? 你想騙我們? 以前? 以前, 你們怎麼情形心知肚明? 那你也說我們逼你 方叔, 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 好, 我個人就坐在這兒了 你們喜歡隨時可以綁我出去 方叔, 何必說這種話 其實那次我們大家都有一場誤會 只要你肯立刻照著我們 我們就像以前一樣的死黨 閉嘴 方叔 現在甚麼都不要說 只說雷字 還說雷喜? 是你以前教我的 現在這個時代沒跟你說的 那你也跟我想想 如果那個人認為我去玩 我和你也不行 不會, 你這麼聰明 又有阿森這麼好幫忙 算了, 我要休息 你們出去 順便跟我問候丁體家先生 方叔, 你不想伸不點的 不點? 要是我黃首波的命還給你們 沒有談判餘地 我以前走私反毒, 哪一塊沒做過? 死前我看得很閒 進來 爹地 大小小 爹地 不理睜你 爹地, 人家寫了信回來 告訴你, 我在那裡很悶 你現在忍受不住就回來香港嗎? 那你也打她長途電話回來給我 爹地, 你知道我故意不打嗎? 人家想你開心一下 大小姐這次回來 我和阿森都很開心 真的? 真的 你們這麼晚來談生意嗎? 是, 我們談談大生意 我買了幾個藍莊皮繡袋回來 送給你們一人一個 謝謝 謝謝 所以我說大小姐回來一天都會亮 是嗎? 阿森, 叫阿院和大小姐做個訪問 好 真的嗎? 真的 好啊 爹地, 我先進房間 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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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你無所措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了 这次要你亲臣来见我 我觉得太过意不去 不过公司分明 我想当面搞清楚这段交易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要是什么地方不对的 没有 没有 可能是你两个手下传号比较马虎一点 现在什么事都没有 好 大哥 我们那边只吸引你一个人 现在见了面得到你亲口答应 那我就放心了 那就麻烦你再走一趟 不客气不客气 我们好久都没见面了 应该是死一趟 好 好 阿Mon 麻烦你进来 今早有什么特别事 台湾那边就催我们 拿姓Michelle的厨章设计图样 急得怎么样 最好尽快 对了 我有个朋友刚刚去台湾 不如这样 你拿些板给我 让我搭他带上去 好, 我现在立即拿给你 你一会儿拿给我 我想出门师傅看看 好 好 马太 姐姐 Yvonne 宝曼 她刚刚应该回来 是呀, 回来几天了 好 你很多次都不见你 是呀, 最近忙点 对了, 你们电视台下一个长篇 又是做时装片 当然了, 现在吃正这条路 我姐姐已经是终世涌等了 迎我姐夫也看的 是呀, 是呀 你姐夫哪是看电影的 其实呢, 看那些艺园 穿你们的衣服漂亮不漂亮就真了 那马先生当然紧张自己的东西多点了 是呀 我姐姐那边挺好的 挺好的, 我姐姐挺好的 最知道要看船装 是呀, 最重要的 这边也好 嗨, 马太, Yvonne 你好 你好, 谢谢 等一会儿我们聊一百日 来拿衣服 是呀, 三点钟吧 我知道了 对不起, 我有点事先走 你们慢慢看一下 好, 不管你 拜拜 我来了一批新衣服 我来看船装 是呀, 这本还挺好的 是呀, 这本多好 今天天天都晃了 冰淡了 冰淡了时间了 不然我现在在BG就在了 真的不过? BG已经开了 那如何? 明天去吧, 明天有空 现在我去你上班看看 好啊 好啊 好, 我先 нап cricket ей吧 好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朱珍, 我們不是答應了 供應服裝給電視台拍戲嗎 是呀, 他們已經有人來選衣服了 可是他們今天想來拍攝 我們拿一件袁選衣服的過程 還有沒有麻煩一點 不過也好, 可以上K100 朱珍, 你出去看看 不用了 我想弄些東西 你出去看著, 免得馬先生有話說 你知道嗎?他們好像很大陣仗 甚麼東西都搬來 這樣嗎? 你馬上出去看著 好 好 Merry, 試一下 這件衣服很漂亮 OK, 就這樣 兩位來這邊進, 好嗎? OK, 我們試試真的 原來拍一點東西都要拍這麼久 是啊 挺辛苦的 你太寒冷了 你可不可以親人比上鏡更漂亮 不過化妝比較濃 不是 衣服不錯, 挺好的 這是甚麼 很好 很好 牛牛頂適合 適合你, 牛王妹 新戲要牛王 我看見是新戲的, 顏色好不好 挺好的, 我知道 K100今天就帶大家來看看 你開眼前的花水 謝謝 謝謝 OK, 我們正式 排了五次, 先正式拍 請靜一靜 就這樣 OK, 正式 好, 玩完了, 下班 飛仔, 你看看甚麼事 快點解決她 好, 我看看 快點解決她 你們搞甚麼 對不起, 可能電拖太強了 我們這裡要做生意 是啊, 師父正在做 你們說明借兩個小時 已經過了, 搞甚麼 梁小姐, 拍戲嘛 時間很難預算 我不管你們做甚麼 現在你妨礙我們做生意就不行 那我是問過你們借 你說OK的 你說明借兩個小時 現在過了 誰感受到做做生意 最多再拍片半小時 好酒 咪, 這麼甚麼 阿門, deix他們快點 來吧 對不起, 劉小姐今天好像吃火藥 請你拍攝檔, 快點 好, 大家快點手, 弄好 請你拍攝檔 喂? Janelle, 日天, 我臨時有事 改了班機, 明天才去 我打電話通知你 怪不得 甚麼?你剛才不是去過機場嗎? 你不是說過不送機嗎? 沒有, 剛才有些樣板, 想托你帶去台灣 那就順便去送你機 真不好意思, 要你白行眼前 我也不知道為何向你道歉 你何必道歉? 我又沒有通知你, 說我會去機場 那怎麼怪你? 那現在的樣板呢? 還在我的辦公室 那我馬上來找你 我現在很忙 吃飯吧 我約了人 那你的樣板怎麼樣? 不如今晚吧 好 好, 放過我來接你 好, 再見 再見 瑞典有甚麼不好 如果我調得低一點生意, 我也要去住 實驚無神就回來了 悶呀悶呀悶死人 阿仁, 每天都兩個人對著 不然我遲早離婚 阿仁你也是 那你就找些事給他做, 讓他精神有寄託 爸爸, 那兒很難找到精神寄託 我自己也滿了 我叫你過去試探遊艇 瑞典那樣的天氣 也沒甚麼人玩遊艇 那你們兩個沒事幹 不就去玩玩玩也說滿 人家只顧著爸爸你嘛, 沒意思 總是要人去山場水縣 真傻女, 要爸爸一輩子照顧你 總之我不去瑞典了 那裡的女人很隨便的 是啊... 你是甚麼?你的照片 你們倆打算怎麼樣? 阿仁說想回去遊艇部做 好 爹地, 為甚麼我最近覺得你好像有很多心事 是不是我們兩個回來, 你很不開心? 傻丫頭 一定是想生媽媽 爹地最疼你, 有了你就甚麼都夠了 爹地, 你回來的朋友知道嗎? 沒人知道的 不過我寫個信給任凱華 任凱華? 他爺爺最近過世了 飲伯 不如你去探探他們 爹地, 我們先走了 走了, 爹地 拜拜, 爹地 拜拜, 爹地 可以 對, 爹地 我還會想祝福 我爹地 我早就要吃它 我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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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ce? 起精 你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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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突然間你會回來 我忍受不住 這次又贏了你爸爸 突襲老頭子 嘴巴衝了回來, 嚇死他 還有沒有嚇老公 有時候看不過眼就說他一兩句 對了, 你boyfriend 不錯 自從爺爺過身之後, 他經常來陪我 那你早點結婚吧 女孩子不結婚想怎麼樣 我都說過了, 可以等到事業有成 我知道 可是你失敗過一次, 你不怕嗎 我沒有戴眼識人 對了, 我去了之後 你有沒有告到那個杜寶西 我跟律師商量過 說沒有足夠證據 那你真可憐 被那個杜寶西騙了 明知道被他騙也沒辦法 我心最不安樂的就是對不起爺爺 真可憐 真可憐 好像有衣服 其實買回來也沒動過 一直放在我的房間裡 在哪兒買回來的 在日本 拿出來看看 拿吧, 如果是正確的 就留著自己穿, 不正確就讓給別人 好過真的在這裡浪費他 先進來吧 好 你坐下, 師父美精 我上去拿下來給你看 好 琳姐, 美精來了 黃小姐, 你來了 坐… 琳姐, 好 很好 爺爺, 你的錢只剩下這雙衣服 Joyce, 要不要我上來幫忙? 不用了 Joyce, 這件不錯, 又多適合你 這麼鮮色, 我現在怎麼穿呢? 海華 伯母, 我煮了雞粥給你 謝謝你, 伯母 我煮的, 你一定要吃 還有這麼多衣服在家裡 是呀, 還沒移過 賣了它, 看見眼淵了 其實這些衣服不錯 不過Joyce, 我始終不太喜歡日本衣服 可以放在那裡 我叫兒童你要了它 我的衣服很普通 Janette不適合賣的 也不是呀, 多漂亮 我又不是等錢花, 就讓它放在那裡 你等在那裡又是沒用 你放心, 我叫兒童曼替你叫她 Joyce, 我還是先走了, 這麼快? 是呀, 我約了一人 明天我們慢慢聊 是誰 不要想太多 再見… 阿兒, 媽媽 還沒睡嗎?等我嗎? 去到這麼晚, 有沒有人送你回來 有呀, 是男孩子 敦城回來了嗎? 不是呀 那不是你說有男孩子送你嗎? 媽, 是男孩子一定要去方敦城嗎? 阿兒, 拜託你靜一下 敦城的男孩子不頑皮 是呀 媽媽, 無論甚麼事 只要你喜歡的, 我也會做 只有這一件 你留給我自己決定, 好不好? 阿兒, 你選人就人選你 那些日子一天一天就過去了 原來媽媽擔心我嫁不去 我跟你說正經嗎? 我也是的 媽媽這麼漂亮, 女兒不會去哪兒 別做了, 很晚了, 回去休息好不好 明天先 如果你不是從小看媽媽做針子 你大哥怎麼會做時裝這行 對呀 還差點有些事忘了告訴你 甚麼? 我今天去探望外華來 原來她家裡大批日本時裝衣裙 真是看見了眼圈, 拜託你幫她要了 媽, 這裡不是垃圾缸, 是衣服就要了嗎 衣服不頑皮, 看得上眼 那也不通 阿兒, 你幫幫她要了她 不通 不通 你看看哪些是要的, 你就跟她要了 這樣就好一點 那你答應了媽媽 行了... 最多我明天打電話給外華 叫她把衣服送給我看看, 好不好 是嗎? 因為飲伯是我們的世家 外華就是她的命根 我們很應該這樣做 行了, 行了, 我會的了 好, 休息了 兒子, 我自己行, 你坐下吧 行了 好, 走 走 柯端, 我去了 你這麼心急幹甚麼 我說她要拿衣服給其他人看 你精神不太好 你應該休息一下才做些事 在家裡也很悶 那我說你去, 你又不去 沒心情怎麼去呢 大小姐, 衣服我已經幫你綁好了 好重 好重 不錯, 比上次那批貨好很多 不過品味還是窄一點點 好, 像這件衣服那樣 只適合年輕人穿 是就是跟到潮流 不過品味差一點 你覺得不覺得 可是你剛才說 這件衣服適合年輕人穿的 我的顧客多數是這類人 是啊, 如果這樣做 就變成是跟著的潮流走 而不是領導潮流 做一間普通的店舖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想做一間有特色的話 你就一定要進一些尖端一點的貨 無論如何, 你這次的貨進步了很多 我會跟你要的, 你照樣給我收回來 在傻屋裡賣 這類貨在香港到處都有 市場的需求不大 我想拿去台灣就對了 凱華, 如果你想做一個出色的設計師或購物 是要經過很多階段的 首先要觸摸到顧客的心理 服裝的趨向, 市場的需求 我是做了這麼多年才有今天 不過你已經很聰明, 你的表現不錯 不過我想提醒你 如果你只是在急攻你的話 那你將來的成就 都是目前的樣子 是, 但是毅朗 完全是因為杜寶西一個人 是啊, 但是你總是忽略了 凡事由低層做起 任何的經驗都是這麼累積回來的 我也知道的 但是暫時來說 我不想搞時裝 而且也沒有錢 對時裝失了信心嗎? 不是, 鬥志高了很多 好啊 不如這樣吧 來這裡幫我忙, 有沒有興趣 在黎常屋裡做好 不過你要捱得最好 我對你不會特別的 你一樣要由銷子做起 在門子部做壽科員 如果你是聰明的 一年半左右可以學到我的東西 我可以升你的 我自己也很悶 想找些事做, 有個寄託 你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我... 嚴織為低 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考慮到媽媽那方面的問題 是啊, 你也可以考慮一下去黎人行做的 我很想來你這裡做 我想考慮的就是 你跟媽媽之間私人上的感情 我怕大家會不開心 傻了 如果他這樣也想跟我爭 他可以讓你做黎人行的副經理 我以為我沒事的, 我只是想幫你 那你回去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怎麼再告訴我 我告訴媽媽 好 怎麼這麼風流要吃飯盒 我喜歡吃飯 這麼滋賣的 一定是好老婆 我免得去茶樓說要等我又多人 我都說開車去上山頂吃 奢侈 好老婆 剛才你跟我說, 叫我去上屋做 真的嗎? 那你媽媽方面怎麼樣?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我想你想清楚才好做 我也知道, 我知道媽媽會很難做的 大小姐, 吃點橙吧 大小姐, 過來吃橙吧 大小姐, 過來吃橙吧 你沒事吧? 九叔 我想從頭做起 對 我想去那裡做 好, 梁小姐這麼本事 你在她裡會學到很多東西 我知道 不過媽媽一定會不高興 當然不高興 對 你說起上來, 我就想起了 梁小姐跟小奶奶以前有些恩怨 媽媽有跟我說過 她對以前的事很抱歉 但是那天爺爺出殯 她倆都是面左左 你怎麼會不會 會不會梁小姐叫你去她裡做事 故意激少奶奶 你瘋了?難道梁小姐是學大小姐嗎 那倒不是這麼說 為甚麼想拿回彩子 故意激少奶奶 自己的女兒幫人家不幫自己 就是幫, 那就不能過了 但是我很想做回時裝 那你可以去幫小奶奶做什麼 不想靠她 家裡又不餓了 其實幫小奶奶什麼不好 朝見面晚見面, 不用多久就沒事了 我跟她有甚麼事 我始終都是她的女兒 你把口是這麼說的 但是你發脾氣上來的時候 都不知道很野蠻 可以讓我發脾氣的 就只有爺爺一個 推了她 聽話吧 我跟媽媽商量一下 如果她不反對, 我就去 反對那怎麼辦? 好, 看情形吧 難道, 開玩笑嗎? 這個商業你做, 當你是甚麼? 媽媽, 我以前太過急關近你 我寧願從頭做起 她叫你做商業, 你要捱多久? 一年, 兩年, 四年, 五年? 我做得很快就升了 傻丫頭, 她說而已, 到時候怎麼知道? 我早知道你會這樣說 你對她有成見 你用私人的眼光去看劇情嗎? 沒有, 我一點也沒有 她那個比較合理的職位做 我就不反對的 但是她叫做Sales Girl 過不過份一點, 連我的面子也沒有了 誰知道你是我的女兒? 我這麼大的店舖來不來幫忙 反而去幫梁佩儀? 外面的人怎麼說? 媽媽, 沒錯, 你是我媽媽 但是你沒有權利一定要我在這裡做 我也沒有義務要幫你 賣東西就賣東西, 我學到東西就行了 好, 你想學東西嗎? 來我這裡做不是一樣嗎? 一樣可以學到東西 好, 你來我住做助手吧 媽媽, 我也跟你說過, 我不想靠你了 我要靠自己人努力, 我知道我做得到 知道你失敗了, 你還有這麼自信? 我跟你說過多少次 叫你以後不要再提這件事 愛華, 你是不敢面對現實 你這麼做法 早晚會掉到你損手爛腳的 媽媽, 你不要看死我 我... 我是說我的經驗給你聽的 你想打擊我就真的 不是 你就是因為這樣 不想我去JANET那裡做 我可以說你太任性了 風太太, Sorry 是 風太太, 真是不好意思 任小姐見到我便要走 不關你的事 你又試吃安眠藥嗎? 睡不著 看你一天到黑飯, 不知道飯有甚麼事 如果你為了愛華的洩飯 我就說你多餘的 是, 我煩愛華的事是多餘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或許我照顧她不夠 不過梁佩儀實情太過分了 她有事幹甚麼 她叫愛華去她處做壽課員 我不是一個人 離不離譜一點 愛華又會肯嗎? 她懂甚麼 她只會跟我鬥起 那你現在要怎樣? 我當然反對她去做 其實你可以叫愛華去幫你忙 叫過了 你給他好的職位, 他就肯去 我就叫他做我助手 其實做甚麼都沒所謂 那倒是, 只要你肯就他 其實甚麼事都沒有 你跟阿瑜伯端打聽口氣吧 好, 睡覺了… 那你就把我太太的意思 告訴我海華吧 好 總之最近我看見我太太的樣子 我也替她煩 阿Joyce任性一點 或許時代女性這樣也沒拍 時間上班了 快吃飯了, 謝謝你 媽媽, 我們時間到了 你現在還要催我 剛才吃飯的時候很猛猛猛 過幾小時才吃一頓飯 讓我拿手袋吧 爹地, 你們在哪裡 看電影而已 我們去吧, 你們慢慢聊吧 快點走吧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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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媽媽真是恩愛 他還沒叫我膠 現在香港的老人家 像他們這麼無拘無束 這麼開心 真是少之又少 柯端, 我多坐一會兒要走了 有件事我一直都想跟你說 但是又沒機會 今晚你爸爸說了 你媽媽想你回藍人學 他說你做甚麼職位都行 你意思怎麼樣? Joyce 你的經驗還沒夠 應該跟你媽媽學習一下 怎麼都是自己人比較可靠 我以朋友的新聞跟你說 你說吧 你唯有一個缺點 就是太過任性和太自我了 我常常叫阿魚仔勸你 他又不敢 但是我不怕 你還是跟回你媽媽了 其實我已經決定了 我決定了去那裡做 找誰?我找慧靜林 請進來 阿尹先生, 有人找你 阿嫂 你好 你怎麼會在這裡? 他就是阿魚仔的女朋友愛華 你不認得他嗎? 不認得她 你怎麼會在那裡做什麼? 我只會知道 我此還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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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可以 但今我 曾逐時刻苦苦最終 那青月藍 原來是曾失蹤蹤我 愛知熟悉 雲花彩虹 浮現那天中 見到天雄 雲仔